原本 是我新社的联络点 可以通过这儿 和你保持长期的联系 可惜 有了一天就作废了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跟我说 你必须牢记 我的每一句话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是中统的人在围捕我 很显然 叛徒还在搞破坏 我有三个怀疑对象 一 日为资产分配委员会的 周大远 二 交通部公路局 运输调委出处长 钱笔梁 三 市政府所属的铺口码头经理 经理 郭连生 他们都是 用密码信跟我单线联系的 这次我被伏击 说明有人叛变了 但我不确定是谁 但是我相信 他们当中还有我们的统治 因为他们相互都不认识 也没有联系过 中统的人 就是想把我们的人都给引出来 所以才在我传变状的时候 所以才在我传变状的时候 对我进行围捕 他们不敢公开 就是怕走路了风声 引起我们的潜伏通知警觉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送你去医院 听我说 我的腹部已经被打穿了 留了很多心 去医院 也活不成了 靠近这样的伤 根本解释不清楚 我的结局很简单 几个小时以后 我将是漂浮在胸壶上的一具尸体 老婆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我暴露了 而且受了终生 对我的任何救治 都会给你 跟其他同志带来危险 我是个解决问题的人 不能制造问题 死 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可我不能眼看着你就这么死了吧 理智一点 我让你来 就是要交给你一项任务 不必用最短的时间 找出这个叛徒 一天不除 就多一天的危险 时间一长 难免其他同志暴露 这是 他们三个的地址 可是我的证明信还没过 我不适合这个工作 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了 我需要你完成这个任务 我现在是最相信你 如果你判变了 如果你判变了 我活不到现在 派新的人来 需要时间 德力 从今天以后 就要废弃了 你有机会的 你是军统的情报专员 所以 为了组织的需要 你必须继续潜伏下去 你必须继续潜伏下去 不 不 不说太难了 我做不到 你 你